厂上共有20片柠檬 女方团队和对方团的轮流吃 1至3片柠檬 若女方团队吃到第20片柠檬 则挑战成功 否则挑战失败 所以我们现在 又要用我们的最高智商的游戏猜拳 双方选谁 我来 来吧 没事 我来吧 没关系 已经开始了 开始 没关系 你出什么 我出剪刀 那我出石头 好的 来一条 不 他先吃 你先吃 他先吃 你先吃 你要选择让我先吃 对 我抵较一点 谢谢 那我们第一个先吃几个 一片 先吃一片 先吃一片 对他也太好了吧 还是你们的计策 没有什么计策 前面还好 好 让我们看一下 短队选择的是几片柠檬 几片 这么厉害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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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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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久之后吃了三面之后呢场上还有四片柠檬 现在呢依旧是我们的长队要选择你们要吃几片派谁出来 就怎么让他们都赢了我们已经赢了不是不是他们 显而易见是短队这次获胜了对不对 但是你们还是要吃完即使知道了谁赢 选一片嘛 哇都已经让你们赢了耶 看一下你们最终选的是几片 一片 一片 他选一片我们一人一片吧 干杯 干杯 恭喜我们的短队这一次获胜 先说一下你们这对获胜的感言好不好 来谭姐姐来说 最大的功臣 其实这个游戏其实就是一个抢次的游戏 就是一共都吃到四个 他吃一我吃三他吃二我吃二他吃三我吃一 然后这样四四十六 然后剩下四个他肯定只能吃一到三 他就只能吃到十九最多能吃完 对让他们先吃 抢四 对抢四 对 但是前提是我们十六点的步骤赢 所以我们要石凯出去猜拳了 因为我的运气实在太烂了 好久之后你现在在发光 那我们一开始就只能选一片就好了 反正输都输了 没事